你出来一下 我有话跟你说 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 我要休息了 你看什么看 有什么好看的 我想你明天去机场 给克里斯送机 解释一下误会 明天再说明天的嘛 今天 我已经说过博尔了 是他不对 但是你也不应该 一神一鬼的 夫妻两个人 最重要的就是信任 我可以相信你 为什么你不能相信我呢 你相信我什么 我又没做错是吗 我觉得你应该 给博尔打个电话 为什么要给他打电话 你应该打 起码表示一下 你对他的尊重 还有关心 他人本质并不会 就是希望别人多关心他 好吗 行行行 我等一下就打 那明天去送机的时候 你不要迟到 我可没说要答应你啊 你去机场把他送走 不好吗 这样你也安心 我并不是一定要 让你去道歉 但这是最起码的礼貌 我又从后面找了四瓶果 我们接着喝 不喝了不喝了 都喝了一桌子酒了 你还没醉啊 来 少喝点 你是不是 怕我喝多了 对你做些什么 没有 没有 我从小就跟我爸混饭去 喝酒那都不是事 我从来都没喝多过 今天我正好想试一试 我到底能喝多少次 江波 我告诉你啊 我今天也喝了酒 不能开车 到时候救护车来得不及时 你别怪我不救你啊 不用酒 不用酒 我这不是 心里堵了 我告诉你 你这是空虚 你应该出去走走 说起这事我想起 你不是要去坏地的吗 怎么不去了 别提了 我被一个坏女人给耍了 行了 行了 别喝了 行了 不喝了 走走走 送你回家 我不回家 这个家有什么可回的 长这么大 我从来都没有 寄人离下的感觉 就昨天 我真的知道 什么叫做外面 行了行了 你接受我不想听啊 我给你倒杯水去 喂 喂 睡着了 伙计 伙计 你答应过姐姐的 一定要忍一忍 是 你现在得罪了姜波尔不要紧 到姐姐婚来 遭罪的不是还是她吗 行 我就忍了这次 对不起 对不起 红波打的用户在 这可是你不接的 可不是我没打 也好 多说多错 少说少错 不说不错 行 睡觉 走吧 去机场顺便接上克里斯 凝速不去我们自己去 姜太太不去合适吗 走吧 你不是不来了吗 我想了想 还是自己去 心里比较踏实 行 走了 妈 妈 看我手机干吗呀 这女人是谁呀 她是谁呀 哎 你们怎么不说话呀 我这坐在前面就是为了方便 你们俩聊天叙旧 好 我现在才发现啊 这坐在前面 也挺宽敞 也挺舒服的 对吧 啊 对 对 对 妈 这一定还看不出来吗 她在外面有女人 还让我自己在家里守破管 怪不得江村 不肯给你生孩子的 这可怎么办呀 江村 这是你欠我的 是你对不起我 英苏 你想干什么 你可不能胡来呀 我告诉你 你肚子里的孩子 你可千万不能要 要不然 你跟江村就真的完了 妈 不跟他早就完了 只不过这个孩子 我一定会生下来 而且让他姓江 绝对不会心软的 去哪儿 去哪儿 我送你 不用了 我还有事 对了 有一件事我还是要提醒你 就算你江村在外面有女人 但是不要忘记了 家里的老婆叫做秦英座 什么意思啊 我是想告诉你 只要一天不离婚 你都有合法妻子 而外面的女人 就叫非法同居 你不会连这点法律常识 都没有吧 无理取闹 如果你身体不舒服的话 我建议你去看医生 如果你需要发泄 我建议你选在家里 这里真的不合适 怎么 又吵架了 我觉得情绪越来越奇怪了 我有跟别的女人 做什么出格的事吗 她 她刚才居然用一种 虽然 非常强硬的语气来 来威胁我 吓着我 不是 我给你分析一下 这个女人吧 她最擅长极度 你说你最近 跟你这个老同学 是不是走得点太近了 况且 她又是你的初恋女 你说何总签不签 那上海的项目 咱们还做不做 对对对 你说我有什么用 对对对对 真的我越来越 愉悦看个人 姐 你什么时候到秦岛 今天是我们护换身份的日子 我在公寓给你接风 黄家雯 你怎么来了 你赶紧走啊 你都纠缠这么多年了 你说你讨不讨厌 妈 赶紧走 你让她进来吧 是我叫她来的 有什么事我们以后再说 我找英素真的有急事 有什么话 你当着我的面说 你跟秦英素早就分手了 妈 你回避一下 我跟她要谈一谈 英素啊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你要离这个人远一点 你说你都结婚了 还跟她在一块工作 幸亏江村不知道 你们以前的关系 阿姨 我知道你一直不待见我 要不是您阻拦的话 可能几年前 我们都已经结婚了 以前的事我就不说了 但是现在既然 英素怀了我们俩的孩子 那么我们先把孩子的事情 安顿好 再说别的行不行 什么孩子啊 他说什么呢 英素你跟我说 他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妈 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 孩子爸爸是谁吗 没错 就是他 我 好你个黄家文 你要害死我们母女俩啊 我们母女俩是欠你的嘛 你要把秦英素害死啊 你说你上学的时候 就追英素 这么多人追英素 我都不同意 秦英素偏偏选择了你 我好不容易 把你们拆散了 你还要跟她在一起 你要纠缠了多久啊 你想骂就骂吧 只要你能把孩子留下 我怎么样都行行了吧 你休想 妈 我原来不知道 这孩子是谁的 现在我知道了 就更不能留了 妈 就算没有这个孩子 我跟江村也是不可能的 我从小就不会认输 既然我决定生下这个孩子 我就有办法瞒住江家人 英素 妈跟你说 妈知道你现在生气 可是江村是到了哪儿 都有女人往她身上扑的呀 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已经算了 好歹你现在还是江太太 妈跟你说 这孩子千万不能留 赶紧上医院打掉 妈 能不能别说让我静静 真是躁腻 真是躁腻 你现在是家人 的 那什么 就是 这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突然就跟公司解约了 拿你电话也不接 我还真以为你把孩子打了 所以你就想拿我录像来威胁我 那时候我一直气糊涂了 对不起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有 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好吧 求求你别把孩子打了 行了 我要是要打这个孩子 就不会叫你来了 不过咱们先说好 我生下这个孩子 但他绝对不能像我一样 他绝对不可以受求 这你放心 我一定努力挣钱好吗 我把事情上所有最贵最好的东西 全部买给他 不用了 我自会有办法的 你什么意思 你不会是想要利用这个孩子吧 什么叫利用啊 我这是为了他好 再说了 他也需要江家的背景 你这不就是利用吗 而且 而且你怎么想 你把孩子生下来 你准备怎么带进江家啊 江村又不是傻子 凭空多传了一个孩子 他不可能 我现在要生孩子 这孩子就一定要姓江 该怎么做 应该是你去想的 再说了 孩子生下来 你就跟着想幸福 你应该高兴才是 不可能 我绝对不可能帮你这个忙的 这事不是跟你商量 这事我说了算了 你只要在我生下了孩子之前 把江村解决掉 这个孩子自然而然就行叫 秦苏你是不是疯了呀 你什么意思啊 你意思就是不帮忙了 我是不可能帮你这个忙的 好 你干什么 你不帮我 就让我和孩子去死 应苏呢 应苏去哪儿了 我怀了 应苏 应苏 应苏不要 应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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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有生下这个孩子 我在江家才有李苏之力 你不帮我 就让我和孩子一起去死 应苏 应苏 应苏你要吓死妈呀 你快下来 你东西里还有孩子呢 你不能做傻事 应苏 你再给我点时间行不行 应苏 我现在没时间了 我现在是给你们两个生死 不要 我就跟孩子一起活 不要 我就跟孩子一起死 你们选吧 不要 不要 我 哎呀 黄佳文 你倒是快点答应了 我告诉你 应苏要再做三成两岛 那我也不活了 我现在是三个数 一 二 好好好 我答应 我答应 我答应